老女人第一次跟厂长到红玫瑰出差 刚下三轮车就急切地开始洗澡 因为她知道等下还要忙活 等搓下身上的两斤力后 现日这才满意地走了出去 然而她刚坐下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居然是牛厂长 牛叔叔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没吃晚饭 我特意给你买个菜 谢谢牛叔叔 那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现日热情地把人迎进去 因为这是个涨工资的好机会 现日看着敦厚老实的牛厂长 觉得这人除了年纪大点 其他方面真的没得挑 如果自己能做她的女王妖 下半辈子就吃穿不丑了 可牛厂长证人君子的样子 让现日有点无从下手 于是她开始大口喝酒 别喝了 别喝了 再喝就醉了 我喜欢喝醉的那种蒙面感觉 你以前可是不喝酒的 牛叔叔 我漂亮吗 很漂亮 真的漂亮 天仙一白 现日听完赶紧一口闷 随后醉倒在了椅子上 原以为牛厂长会趁机站平 可牛厂长只是帮忙扶到床边 耐心地给他噎了噎被子 随后头也不会地离开了 而现日则突然睁开了眼睛 心想牛厂长真是个好人 此时的他更坚定了 要和牛厂长谈对象的决心 于是他开始买新衣服打扮自己 可他并不知道的是 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象出现 牛厂长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 几天后倩日看着手里的几十块钱 开始有些发愁 这点钱别说拉双眼皮了 就连吃饭都不够用 走到他宿舍外面的牛厂长 听着倩日哀声叹气的样子 赶紧走进来嘘寒问暖 得知倩日是为钱发愁时 他力索地从钱包里抽出一打钱 来 拿着 看着倩日纠结的神色 牛厂长顿时心领生怀 跟你牛叔叔还客气什么呀 这不算是我给你了 不是 算是我借你的 这手长得多借修啊 哎呀 谁借谁借他们啊 呢 不不不不 blur 吧 去 ob 리 好